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台中 雨萱秘乳的创办人白雨萱女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雨萱你好 你好 雨萱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让你会接触到这个秘乳 然后真的整个的投入 当初是写干嘛 可是现在是真的做起来了 那个就是约排的满满的 当初会进入雨萱是因为自己产后 产后大概六个月 就是自然离乳之后 发现乳房的状态 跟以前怀孕之前的状态 差异有一点明显 然后因缘机会去 就是让人家按了美胸的按摩 然后你说的确有改善我的产后的状态 对 然后后来就进一步去了解这个产业 然后发现女性乳房的这个胸部 就是在哺乳期 它是一个除了技术之外 它还是需要一些知识 理论的东西去支持 OK 那我就想要挑战自己 所以就是从秘乳的这个角度切入 对 然后再延伸乳房的保养 乳房的按摩 这样子 OK 你在这个切入的一个过程当中 刚刚其实你说那个美胸也不过才一次 你这个人的一个研究的精神真的很够 对 那可是这个产业 这个生态 就是大家愿意投入在这里面做的人 基本上他们各自的背景 我是不太清楚 那你自己本身原来原生家庭是从事什么的 然后你要跳过来这边 我本身的家庭就是我们家是在菜市场 卖猪肉的 OK 所以我是就是卖猪肉的小女孩 对 那因为就是从小都是都在讲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因为就是自己就是也接近年 就是有一点年纪了 然后想说要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就看完 就是找完这些资料之后 我就决定我要去学习 然后就被那时候家里的工作我还是有在做 是 但是就是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下次哥哥在接手 那我就背着我妈妈就是去学习 去上课 因为我们家我们家的观念是比较像是 因为这是爸爸打下来的江山 我们应该要守住 OK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瞒着我的妈妈 然后去学习 然后学完之后拿到证照之后 就是去接就是真的去 接到一个陌生的妈妈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的去把我们学的东西 去把妈妈做舒缓的方式 这样子 嗯嗯嗯 就你累积了三个case之后 然后硬着头皮去跟妈妈讲说 不好意思我以后要投入这个 对就是三个之后我才说 妈妈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是秘书师 然后 那其实他就是风声有点走漏 其实他有一点知道了 OK 对那他也是他也没有跟我说 那我就是有case 就那时候就是斜杠嘛 就是我还是在家里工作 但是如果案子的话 我就跟我哥哥说 我要去赚钱了 对就放我走一下这样子 对 嗯嗯嗯 其实你对创业 你对想要投入什么是很有想法的 对不是贸然的一个决定 对不对很开心你可以这么成功 可是一刚开始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在经验各方面都不足啊 知识当然我们可以去涉猎 可是经验就是要靠累积 所以有一个case 你因为他而挑战到现在自己 真的在这个秘书 你可以很大声的说 我就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服务 是因为有一次你想要帮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帮到 就是没有到位对不对 那一次经验是什么 嗯我还记得那一次就是 是爸爸下来迎接我 就是爸爸下来然后带我上楼 那电梯一打开 爸爸就是很忧虑的脸 就是他很担心 对然后也觉得 诶秘书师来了 那是不是可以解决他太太的问题 嗯嗯 所以爸爸在电梯的时候 有稍微跟我转述妈妈的状况 嗯嗯 那我听到的时候 然后也看到爸爸的 就是很忧虑 就是我就很自信的说 好 我要我会 好我们就是来解决妈妈的问题 是 对但那时候其实 呃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那个自信是我们真的很想要去解决 因为就是妈妈有求于我们去协助他 我们当然是想要帮助他解决这个 这个困扰 嗯 但其实在初期的创业过程中 其实呃经验经验的累积 然后知识 知识可能还不够充足 嗯嗯 细查 手法上可能还不够到位 OK 我们很呃 那个案子我真的很想要帮他呃做处理 嗯 但是因为他真的塞的太严重 OK 对 然后我结束之后 我记得很近的那一天 我班晚班晚六点多到府帮妈妈做处理 嗯嗯 我离开的时候一定是十一点 是 对晚上十一点 嗯嗯 那这个过程那呃有稍微有舒缓到妈妈的状态 但是要说到很大的一个呃大幅度的改善是确实是没有 所以我也在这回去的路上其实我很自责 很难 很难过 很内疚 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帮他处理好呃呃 他的状况 嗯 对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在进而就是去找更多呃看呃书籍啊 或者是听医生的演讲 嗯嗯 然后也找到就是呃台湾呃我们的政府开办的 这个劳动部秘乳指导员的课程 秘乳指导员 是 ok ok 嗯 对那这个课程就是他在呃高雄的福音大学 是 对那他是一个很扎实 嗯哼 训练 嗯 就是包括知识的部分 嗯哼 然后还有呃技术跟手法上 嗯 对就是让我就是呃拿到就是上完这个课拿到这张证照 像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 嗯哼 对那这个就是让我就是学呃拿到就是上完这个课拿到这张证照像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 让我觉得嗯我更有底气在服务每一位妈妈 是 对 是好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他帮助你 然后实际上有一个例子人家他只要你一开始帮他就你帮了超过一年 对嗯 你要不要讲一下他 ok这个妈妈其实到现在就是真的像朋友已经像就是认识一年了 那一年前那个妈妈原本是因为塞奶的状态 然后很不舒服嗯 想要退奶嗯 嗯那我们就到服务去协助他之后那也是跟妈妈分享啊 那我们也是尽量的我们那不当母乳魔人但是我们尽量以妈妈他想要的嗯去协助他那我们有问说妈妈那你在还没塞奶之前你有没有对于哺乳有没有什么计划跟想法是那妈妈说他想要喂轻胃嗯全轻胃嗯想要喂六个月是那我当然这是妈妈的他原本的想法但是因为现在塞奶了是他可能就就想要就是会 非常放弃了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去协助妈妈然后让他可以嗯如愿就是呃之前的规划跟计划嗯嗯对那这个过程中就第一次哎说突然说妈妈得到很大的改善嗯嗯对那后续就哎妈妈越来越有信心嗯嗯在哺乳这条路上嗯嗯然后慢慢哎宝宝的食量越来越大了OK那哎妈妈的乳量可能还还差一点点嗯所以我们就是后续就是有做定期的乳房的按摩 保养对对然后到一路续续就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嗯六个月到了说哎妈妈其实他其实喂母油在喂母乳的妈妈通常就是觉得自己还有乳汁他其实会舍不得是因为母乳真的是宝宝就是最好的最甜然的食物嗯嗯那妈妈都是会舍不得所以他哎那我再再多个两个月嗯然后渐渐哎一年了嗯的味道一年然后一年后就是要离乳嗯然后现在 再准备呃第二胎的备孕哇OK对所以我我很其实我自己很开心就是我可以呃帮助到妈妈嗯原本从塞奶然后想要退奶嗯但是后来后续的一些协助他可以让他持续呃哺乳未养到一年嗯那这一年然后这中间我都有参与然后包括现在要准备第二胎嗯嗯我也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呃很幸福是对我是 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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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是有实质的协助到呃哼呃有退奶就有追奶对不对是呃所以是可以追奶增加那个蜜乳的量是因为他可以透过按摩按摩的刺激啦但是他其实还是妈妈要有规律的去排乳让大脑接收到讯号所以就是呃互相配合嗯对呃所以呃所谓的这个蜜乳啊对于我们的呃孕妇或者是产妇的协助啊 基本上除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呃呃实际去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按摩之外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上面他是有什么样的妙用呃我们除了手技之外我们会有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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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它算那个 有没有说笑诚 它像在拔罐 但是其实 它的仪器是我们台湾自己设计 ok 对 然后它的律动的模式 其实妈妈都是感到舒服的 那律动它可以让我们的乳房增加弹性 乳管它变得有弹性 它就不会是塞起来的 ok 对 那在 它在律动 然后敷牙的过程中 比较深沉的一些乳汁 它会自己的流出来 所以 可以减 就是可以大幅度的 就是降低妈妈 目前塞奶不舒服的状态 嗯嗯嗯 塞奶塞到变成石头奶 所以真的痛起来 比那个我们生产的时候的那个痛还要痛 是 还要痛 然后所以你们现在变得是急救单位就对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的 秘乳跟一般的按摩方疗不太一样 可能有一些按摩方疗是预约制的 对 那我们秘乳真的是 有时候真是当 就是早上起来拿起手机 哦 妈妈昨天半夜 两点三点赖我们或是打电话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当天信可能的安排 对 嗯 所以变成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极空你们 你们真的是 基本上是使命不必打 所以你这边有一个五人小组包括你对不对 是 就是如果你不行的话 你还有那个团队 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技术到位的 刚刚讲你们拿到的一个证照是 劳动部秘乳指导员 OK 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彼此大家一起 然后现在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对于台中乙穴秘乳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以秘乳为主 它是我们的核心 那我们有开始延伸就是孕妇的按摩 还有我们孕妇在怀孕的期间也会乳房也会有不舒服的状态 我们可以做轻柔的舒缓按摩 OK 然后包括被孕的女性的乳房的护理 以及产后妈妈的胸部的照护的部分 然后主要是让孕妈咪在怀孕的时期产后秘乳 这状态是有被受到照顾跟保护的 那再这样子下去啊 其实你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五人团队不是只局限于台中吧 目前的话团队有老师会在彰化南投 是是是 服务 所以你基本上可能就是以台中 然后呢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未来其实刚刚讲说你是等于说这个胸部的按摩 那你对于这个婴儿的按摩也有设例 对不对 是 就是因为我们在服务妈咪 不只是只有在处理乳房的这个区块 包括就是像如果baby有什么 baby可能可以做个婴儿按摩 不是只有大人可以做按摩 就是我们0到99岁都是可以被按摩的 是 那新生的按摩 他除了他不是只有单单 只有帮他做形式上的按摩 他可以透过皮肤的刺激 接收他的触感 神经发展 然后或是脏气便命 情绪安定等等 他是可以透过按摩的方式来协助辅助 让宝宝的生产状态更好 如果说现在真的有一个电话很急 然后打过来 你其实在电话里面就有指导的办法 让他们可以马上就是至少有一点舒缓 对不对 在等你过去的那个过程当中 是 就是如果假设今天妈妈她是可能真的是很半夜 然后她也不方便 时间真的不方便的话 我也会 我也会尽量以电话沟通的方式 然后教妈妈一步一步做 如何先做初步的舒缓 那我们隔天就进掌去协助妈咪 对 OK 真的很开心 就是你一路从原来的我们在菜市场 其实我们跟人有很多的接触 对 然后可是聊猪肉可能聊不出个所以然 猪肉还是很有学问的 可是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学问 建立在女人这么重要的这个乳房上面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正确的一些味教知识 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你真心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是 很祝福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帮助自己啊 帮助别人 对 再次谢谢你今天 就是台中以轩秘露的创办人 白雨轩女士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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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